欧许晗和朋友打完招呼 回来后 四个人又一起开心的聊天 久安 该离开了 我送你回家 赫兹凯将车开到欧家大宅门口 盼着欧许晗下车走进家里 直到身影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赫兹凯这才开着车离去 夜晚的路上没有多少车辆 赫兹凯的车速很快 眼睛盯着前方满脑子里 都是一个人的身影 他此刻在干什么 这五年 他有想过自己吗 他离开前的最后一个电话 电话里说 让自己时刻想着他 自己做到了 每天都做到了 可是他呢 有想过自己吗 思念 在黑夜往往很清晰 很深刻 赫兹凯的眼里渐渐的 固满了一层雾水 因为想念 整个心都颤抖的厉害 多儿 赫兹凯还是没有忍住 叫出了声来 回到沥水湾盘 赫兹凯没有立即睡去 而是走到阳台上去 坐在椅子上 一个人抽门烟 坐了整整三个小时 赫兹凯才回到卧室 洗碗枣 拿出药 吃了好多里 这才躺在床上休息 脑子里全是一个人的身影 一点睡意都没有 五年来 就算每天晚上 靠大量药物来帮助睡眠 也无济于事 依然会失眠 依然会叫着一个人的名字 睁开眼睛 伸手去摸 旁边空空的地方 加拿大沃泰华 一栋高级别墅里 此时 一个小女孩坐在地毯上 玩弄着周围的玩具 程小美 别玩了 快快过来洗手 一会儿你公爸爸就回来了 程小墨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你应该叫我程美丽 不能叫我程小美 好了好了 程美丽 快点过来了 这还差不多 这时 别墅里的大门被推开 公爸爸 哎哟 我的小宝贝 公爸爸 程小墨今晚做的晚饭 也很好吃的呢 那是 我家诺诺每次做的饭都很好吃 父女俩联络完感情 公义将女儿放下来 这才起身 走到程诺面前去 将她抱在怀里 诺诺 辛苦了 程诺伸出手 也抱住公义 我不辛苦 要是你 每天这么忙 你才更辛苦 吃过晚饭后 承诺打扫完厨房出来 看见公义和女儿在客厅里 公义正认真的教着女儿说法语 这一幕 承诺脑子里有几秒的慌神 觉得此刻客厅里陪着女儿说法语的人 不是公义 而是贺子凯 五年来 从未忘记过她 也从未减少过爱她 女儿那张漂亮美丽的小脸 与她的脸太像 所以自己根本忘不掉她 而且这五年来 自己才更加认清了自己的心 原来爱一个人 不管何处何时 只要心里的爱不变 那么一切都不会变 三个人随后坐在客厅里 边看电视边聊天 诺诺 上次我爸妈说的事情 你有考虑吗 既然叔叔阿姨要回西岗市 那就回去吧 我没什么意见 如果见到她呢 这五年 自己看得出来 诺诺没有忘记过贺子凯 更没有停止过爱她 正因为这样 自己很担心 诺诺回到西岗市 会回到贺子凯的身边去 见到都已经是前夫了 我又能怎么样呢 说不定她已经结婚了 娶了别的女人 早就忘记我了 我和她 注定已经成为过去了 嗯 诺诺 你说过 我一直陪在我身边的 西岗市 贺一大厦里 贺子凯坐在办公室里 与欧洲贺一分部那边的负责人 视频会议 突然 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叔叔很忙 电话里传来贺天宇的声音 她的声音里 已经没有了五年前的稚气和轻松 多了份深沉 更多了份恨你 还好 有事 想约您喝杯咖啡 不知叔叔 何否赏这个脸啊 时间 一点 五年前 自己强制收回天宇手里的股份时 从那刻起 自己就想到了如今的相处方式 一个小时后 请罢课 听说 前段时间的晚宴上 叔叔的女伴 依然是欧加千金 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么说 叔叔是忘记诺诺了 那个你曾经说要守护一辈子的女人 忘记又如何 不忘又能怎么样 哼 五年前 你在婚内与别的女人同床 逼走诺诺 我以为 你会为此羞愧一辈子 却没想到 才短短五年 你就可以抱得美人归啊 看来叔叔的心里 诺诺也不过如此 何天宇 我的事情 与你无关 对啊 确实与我无关 只是与诺诺有关而已 你的目的是什么 把你对诺诺的伤害 背叛 我会慢慢 还给你 让你也感觉一下 被伤害的感受 被背叛的滋味 何天宇这时掏出一张照片 放在桌上 然后用手轻轻一推 照片放在了赫子凯面前 你派人干的 不然呢 他当初那么对诺诺 你只把他扔在贫民窟就完了 他的尸体在哪 大海里 喂鱼了 停止你的一切动作 别让我花心思对付你 五年来 自己知道天宇的改变 他在五年之内 将原本成立的小公司 发展成如今的中盛集团 同时 他的财力和诠释 也扩大了很多 自己现在不敢确定 他除过柳姿颖的事情 没有别的举动 哼 笑话 我巴不得你来对付我 叔叔 以后 我们俩 活在对抗中吧 这张照片 只是我们的开始 说完 贺天宇离去 两天后 赫子凯坐在办公室里 批阅文件 安林吉匆匆地走了进来 贺总 最新消息 GD总部会迁回西岗市 GD 迁回西岗市 那个该死的女人 要回来了吗 出去 安林走出去 关上办公室的门 同时 贺子凯手里的笔 已经折断了 公义 你回来 就是找死 突然 一旁的手机响起 小姨 我的总裁叔叔 在忙吗 不忙 怎么相信我了 三天后 我回来 你必须 亲自 来机场接我 好 具体时间告诉我 我去接你 加拿大沃泰华 高级别墅里 小美 妈咪明天就要和公爸爸离开咯 爷爷奶奶 明天会过来接你 妈咪 我不想和你分开 小美乖 不是长久的分开哦 只是很短暂的了 说不定只有五六天 四五天也有的哦 可是我一天也不想和你分开 哼哼哼哼哼哼 程梅丽可以吃些零食 看很多动漫 玩玩游戏 这些程晓诺都是不知道的 也管不了程梅丽 听到妈咪这么一说 程晓美心里的想法顿时变了 好了 去西连 洗完了程晓诺带你去院子里 边玩边等着我们家大帅哥回来 好的 好的 风和日丽的一天 西港市国际机场 欢迎回来 去哪儿 大宅 我不想回家 你送我去酒店吧 嗯 叔叔 不管我爸妈 我哥 他们变成什么样子 你都要把我当家人看 你是我最尊敬的叔叔 最爱的小叔叔 我不想我们的关系 因为他们受到影响 嗯 你是你 与他们无关 嗯 叔叔 明天晚上 你叫上景业 我们一起聚聚吧 好 可能还会多两个人 你明天晚上认识一下 谁啊 景业的女朋友 顾瑶 还有 我的朋友 欧旭涵 就在贺子凯的车刚驶离机场 出口处 走出两个人 先回酒店 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 等导过时差了 我们再去别处看看 嗯 西港市西漫国际大酒店 总统套房里 我明天可能会去找小琪 明晚如果陪小琪住 不回酒店的话 我给你打电话 嗯 我朋友也会去见几个朋友 等小美和叔叔阿姨回来后 我们生活稳定下来 我打算找份工作 然后把小美送去幼稚园 嗯